2024年又一部硬核科幻剧来了 宇航员九死一生从国际空间站逃回地球 却发现曾经熟悉的人和事竟然发生诡异变化 到底是时空穿越还是外星力量乱入 让我们一起来趟个究竟吧 女主乔安娜带着女儿行驶在郊外的公路上 收音机重复着嘶哑的宁男生 她故作淡定地安慰女儿一切正常 转眼间便来到森林中的小木屋 收拾好行李后乔安娜快速跑去屋外 将一个装着奇怪金属罐的包裹偷偷藏好 远方突然传来女儿的呼唤声 可对方明明就在房间中睡觉 乔安娜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毅然朝着远方走去 时间回到五周以前 那时候的乔安娜还身处国际空间站中 她通过视频电话告诉女儿爱丽丝 自己还有84天就能返回地球了 今天她们将迎来一个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对一种新发现的物质进行实验 她只有在零重力状态下才能保持活性 当一切准备就绪 指挥官刚刚启动实验设备 空间站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压力值开始骤降 一根铁罐飞来 直接插入指挥官的手臂 地面指挥中心发出紧急通知 太空站突发施压事故 命令所有宇航员进入一号逃生舱 执行紧急撤离程序 此时乔安娜所在的舱室已经混正常 看到一位同事被大伙困在过道里 她连忙拿起灭火器 清理出一条通道顺利逃离 关闭起火的舱室大门 众人开始清点人数 维度指挥官的情况最为糟糕 她因为手臂被截断陷入昏迷 乔安娜甚至成为代理指挥官 她和医生留下来实施紧急救治 其他人则去检查太空站的受损情况 一个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空间站的动力和生命维持系统受损 一号逃生舱动力系统故障 二号逃生舱可以用 但是只有三个座位 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地面指挥中心的实验室内 太空站项目负责人卡德拉 看到事故发生前一个传来的实验数据 不由的案子惊叹一声 随即下达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命令 要求宇航员无论如何都得修好空间站 将实验继续下去 乔安娜收到指令后不得不打开舱门 穿上宇航服来到外太空执行维修作业 当她抵达船体的受损部位后 发现供电系统遭到严重撞击 外部电缆全部损毁 没有专业设备 她根本无法重新接驳 得知这一结果的指挥员 立刻下令全体宇航员返回地球 完全无视了实验负责人的强烈抗议 这时候太阳恰好越过地平线 点亮了太空站所在的位置 乔安娜借助光线 意外发现战体外壳 有一条50厘米的裂口 难道刚刚的事故 就是此处受到撞击导致的 乔安娜赶忙调整姿势 想看个究竟 可她刚刚拨开线缆 一张恐怖的人脸映入眼前 撞击物竟然是具宇航员的尸体 乔安娜吓得失去平衡 要不是有安全绳固定 恐怕她也要随着尸体飘向太空了 好不容易回到舱室内 乔安娜又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原指挥官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 如今还剩下四位宇航员 可二号逃生舱只能乘坐三个人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显然谁都不想留在这里 最后还是乔安娜做出决定 她留下来修理一号逃生舱 另外三人乘坐 二号逃生舱先行返回地球 指挥中兴当即认可了这个方案 因为空间站的生命维持系统 只够支持一个人使用19个小时 三名队友陆续进入二号逃生舱 随即启动了分离程序 看着逐渐远去的同伴 乔安娜的心中满是伤感 她何尝不想回去跟家人团聚 此时乔安娜的女儿和老公 已经坐上了前往太空指挥中心的专机 同行的还有死去指挥官的女儿 他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在第一时间 见到返回地球的亲人 而乔安娜也在为家人团聚 做着最大努力 一号逃生舱的电力系统 在事故中损坏 必须将电池全部更换才行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指挥中心终于迎来好消息 另外三名宇航员乘坐的二号逃生舱 成功进入大气层 并在不久后顺利登陆 三个人均未受到损伤 这个结果实在太过振奋人心 接下来就要看乔安娜的表现了 可此时的郑主 并没有执行电力修复工作 而是跑去休息室 娶回了女儿 送给自己的手串项链 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 唯独这串项链不能丢 乔安娜的电池刚刚换完一半 指挥中心居然下达了新的任务 要求他前往实验舱 取回新物质以及实验工具 原来实验室负责人卡德拉 之前就要求二号逃生舱 将东西带回地球 结果指令被指挥中心负责人给拦截了 因为他觉得这次事故 很有可能跟新物质实验有关 卡德拉系的嘴唇发颤 施责对方完全不明白 实验数据代表什么 那是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存在 指挥负责人心里有些没底 只能无奈地给乔安娜下达了巡回指令 不过后者并未立刻答应 因为他也不敢保证 换完电池后还又没有时间前往实验室 这时候乔安娜的丈夫和女儿 总算赶到了指挥中心 双方正要通话时 谁知通讯信号突然中断了 乔安娜心中挤得不行 眼看其他舱室的应急灯光 开始主意熄灭 应该是备用电力即将耗尽的缘故 乔安娜只能摒气杂念 加快维修进度 寂静的舱室内忽然传来响动 于是他顺着声音来源飘去 刚刚抵达实验室 周围的景象突然一变 乔安娜竟然身处一处楼洞建筑内 他好奇地向前探索 直到来到走廊尽头 看见女儿送给自己的项链 这时候他再次回过头 周边又恢复成太空舱的模样 女儿的呼唤将乔安娜拉回现实 他继续沿着声音来源处走去 没过多久 乔安娜便来到一栋木屋前 他好奇地打量四周 飘在空中的雪花 仿佛按下慢放键 乔安娜惊诧地推开房门 发现这里的摆石 竟然跟自己木屋极为相似 他就这样探索着一路前行 来到走廊尽头时 乔安娜再次看到女儿的项链 推开门一看 竟然又有一个爱丽丝出现在眼前 此时的她根本来不及多想 第一时间抱起女儿 朝着自己的木屋走去 对方在严寒的折磨下 精神极度萎靡 乔安娜手忙脚乱地起火烧水 必须让女儿尽快暖和起来才行 刚刚将她放进浴缸 乔安娜猛然想起 房间里还躺着另外一个爱丽丝 她的脑袋不停摇摆 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是怎么回事 再次转过头时 浴缸中的爱丽丝竟然消失不见了 在房间睡觉的爱丽丝 被叫喊声惊醒 乔安娜走上前去秀了秀 认定眼前的女孩 并不是自己的女儿 忽然周边的景象一变 乔安娜从空间站中醒来 看了看手表 自己竟然昏迷了好几个小时 难道是斜氧含量过地导致的晕厥 眼看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乔安娜只能加快维修速度 忽然一块白布缓缓飘来 她连忙举起手电筒照去 指挥官的尸体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 女人的心中有些发毛 但还是鼓起勇气帮她合上双眼 再用白布套回头上 四周的环境实在太过安静 乔安娜决定给女儿录音 来驱散心中的恐惧 她听见仓室外传来斯亚的人声 可是停止录音后 那个声音居然也跟着消失了 乔安娜试着播放之前的录音 里面果然夹杂着斯亚的男生 于是她打开手电 再次朝着仓室外搜索 透过窗口玻璃 她看见空中飘着一截手掌 打开仓门一看 原来是指挥官断掉的手臂 乔安娜意识也分不清 到底是灵异事件 还是因为缺氧产生的幻觉 她只能集中注意力 将所有心思都放在更换电池上 当时间只剩下90分钟时 救生舱的动力总算恢复了 乔安娜正准备启动分离程序 结果却悲哀的发现 因为通讯中断 救生舱并没有收到最新的返回轨道参数 这东西就相当于自动驾驶的路径规划 没有她的话 逃生舱很有可能降落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 好在乔安娜的专业素质过瘾 她参考二号救生舱 昨天使用过的参数 在结合距离现在的时间 竟然以人工计算的方式 硬生生模拟出最新的轨道参数 看着时间比较充裕 乔安娜这才想起来 指挥中心下达的任务 于是跑去实验室 将新物质以及装填工具 利用取回救生舱 急匆匆输入轨道参数后 乔安娜能做的已经不多 接下来是否成功 只能交给天意了 她将所有想对女儿说的话 一并录入电脑中 观景操漫后 她毫不犹豫地启动脱离程序 却不想系统突然亮起警示灯 乔安娜翻看手册 这才得知是螺栓系统故障 人工排除的话 必须两人同时进行 她只感觉后背传来阵阵凉意 难道自己真要死在这里了吗 谁知下一刻 螺栓故障竟然自行恢复了 随着救生舱缓缓脱离空间站 乔安娜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因为她看见远去的主舱内 竟然站着一道人影 这是最为惊险的太空求生之旅 接近地球大气层后 逃生舱开始逐渐分离 最后犹如会星般朝着地面砸去 指挥中心第一时间捕捉到信号 可他们却发现 乔安娜采用的是弹道士着陆 很难提前预知降落地点 这时候乔安娜也接收到了 来自指挥中心的信号 她费了好大力气 才打开接听按钮 当听到乔安娜声音的那一刻 指挥中心顿时欢腾一片 可是随着逃生舱的不断加速 因为信号再次丢失 指挥中心连忙 派遣大批人员前去搜索 因为他们只能大致计算出坠落范围 没过多久 逃生舱降落到安全高度 张开的降落伞 犹如巨人的手臂将其四四拽住 伴随着一声巨响 乔安娜总算成功登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从昏迷中醒来 打开舱门的那一刻 乔安娜贪婪地呼吸着久违的空气 却不想一只野狼走进视野 女人吓得全身一僵 就当对方即将扑上来时 远方忽然传来一声枪响 原来是搜救小队找来了 大批医护和武装人员 众星捧月般将乔安娜护在中间 直到看见老公和女儿的身影 她觉得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不过指挥官一家 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们等来的只有至青冰冷的尸体 而卡德拉最关心的 还是自己的特殊物质 她迫不及待地启动仪器 挑出里面的实验数据 却没发现设备里的东西 再次发出诡异光芒 此时乔安娜正心满意足地看着女儿 谁知下一个 直升机上竟然只剩下爱丽丝一人 她站起身环过四周 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空荡荡的 而座位上的乔安娜 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 好在再次转过头时 女儿的身影又出现了 只是眼神变得有些呆滞 尤其是乔安娜习惯性地说出荷兰语 对方像是听不懂一般 也不知道母女二人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看着乔安娜直挺挺地躺在检查设备中 爱丽丝的心中竟然产生妈妈已经死了的想法 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不停追问太空事故的起因 乔安娜正要回答 一旁的帅气同事立马打断 联合调查人类结束 暂时无可奉告 乔安娜只想尽快结束这里的一切 和家人开开心心地享受生活 可空间站联合指挥部明确要求 在调查清楚事故原因之前 乔安娜只能待在太空基地 哪也不能去 在各方有意的撮合下 一场声势浩大的事故调查拼证会正式展开 四名幸存的宇航员禁属到场 调查组组长艾琳娜 正是先前太空撤离行动的总指挥 隶属于俄罗斯航天局 听说乔安娜提出撞击空间站的 是一名60年代苏联女性宇航员尸体 她直接从逻辑上判断不可能 一具尸体怎么可能在满是垃圾碎片的太空中 飘上几十年 而且联合局从未受到任何宇航员 在附近区域死亡或失踪的报告 她反倒是觉得所谓的女尸 是乔安娜因为缺氧而产生的幻觉 双方你来我往谁都不肯让步 因为一旦确认撞击物就是苏联女尸 那么俄罗斯将对此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听证会暂停后 乔安娜回到宿舍用餐 发现丈夫的发型竟然变了 不过她却非常喜欢 后者明显感觉有些不适 以前的乔安娜从来没有这样夸过自己 当天夜里 行动不便的乔安娜 在女儿的搀扶下准备去趟洗手间 却在中途不慎摔倒 爱丽丝去找父亲帮忙 乔安娜一个转身 发现过道居然变成了在空间站遇见的模样 镜头的幕门上同样挂着手串 直到丈夫跑来将它扶起 诡异的走廊仍然还在那里 另一边太空实验基地的卡德拉 自信满满的向助手介绍 这种特殊物质在碰撞的一瞬间 能够产生双量子信号 但是很难将其记录下来 他想在基地里再做一次实验 可是整整一下午过去了 特殊物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助手拿着几乎空白的数据 劝说卡德拉不要再白费力气 可后者却坚称自己没错 昨天刚刚取回仪器时 他确实监测到了双量子形态 就跟太空舱实验室里的数据一模一样 倔强老头没有理会助理的怀疑眼神 而是自顾自地守在监测仪器前 却不想临近午夜时 神秘的双量子信号终于出现了 老教授准备用手机记录下来 却发现视频中根本无法显示 他只能拿起纸笔贴在屏幕上临摹 以剪图的形式描绘出了双量子形态 第二天卡德拉兴奋地展示给助手看 谁知后者直接来了句 画画技术不错 卡德拉扯头丧气地离开实验室 却没发现仪器里的特殊物质再次开始闪烁 此时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楼下的奇怪现象吸引 一个黑衣小女孩刚刚跑进车库 另一位体型差不多的女孩 提着玩具兔子也跟了进去 原来是乔安娜的女儿爱丽丝 正在和死去指挥官的女儿小卷发玩桌迷藏 她躲在车轮底下时 无意中看到好友将自己心爱的娃娃扔在地上芒彩 爱丽丝飞快跑出来阻止 小卷发连通娃娃竟然不见了 于是她跑出去质问对方 小卷发却觉得爱丽丝颠倒黑白 无非是想要回自己的娃娃 可当她捡起玩具查看时 发现上面没有任何脏污 难道刚刚自己眼花了 却不想卡德拉竟然跑过来 主动了解了量子物理学 显然她之前察觉出了什么端倪 打算给爱丽丝做个启蒙教育 卡德拉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现象 用经典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 比如同一个东西 可以同时以两种不同状态存在 就像那只兔子 在一个世界中看上去是白的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中就是灰色的 而两个世界之间存在一个灵界空间 只要处于灵界空间内 兔子的颜色会随时在白灰之间转换 爱丽丝听得似懂非懂 却不知道卡德拉利用 特殊物质做的双量子形态实验 就是想要模拟出在灵界空间 让事物出现两种不同的状态 而这边的乔安娜迎来了第二次听证会 这一回爱丽丝带来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根据乔安娜提供的宇航员款式 他找到了空间站在70年代扔出的太空垃圾袋 两者在外观上极为相似 很有可能是乔安娜压力太大 误将垃圾袋当成了尸体 这一回他被对得牙扣无言 当会议结束后 乔安娜的帅气同事跑过来安慰 表示自己一直都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说完后便要抚摸乔安娜的脸 后者极为抗拒地躲开了 帅气同事也是一愣 像是对乔安娜的反应有些差异 第二天一大早 乔安娜和另外三名预航员 准备去祭拜死去的指挥官 此时的他仍然坚持自己没看错 甚至还在网上找到了同款宇航服的照片 旁边的短发同事提醒他 照片上的宇航员就是调查组组长艾琳娜 乔安娜惊诧地扮上无语 祭拜完指挥官后 乔安娜打算单独留下思考问题 谁知刚刚站起身 他居然看到死去的指挥官出现在身前 再仔细一看 前方又什么都没有了 在接下来的听证会上 乔安娜一场干脆地承认了艾琳娜的推论 表示自己看到的就是太空垃圾带 因为她实在不想继续待在这里了 好不容易回到久违的家里 乔安娜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只是有些好奇丈夫什么时候换车了 之前家里的车明明是红色的 丈夫原地愣了两秒 咱们家里的车一直都是蓝色的 而另一边的艾琳娜 敲开了卡德拉的宿舍大门 原来两人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 曾经一起前往太空执行任务 私底下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听说艾琳娜得了癌症命不久已 卡德拉决定好好珍惜 为数不多的私会 谁知情到深处时 艾琳娜竟然变成了一具干尸 与此同时 位于某处公海的邮轮上 又一个卡德拉将一直在调查自己的刑警 叫到甲板上 他说自己这一辈子从未经历过太空事故 刑警骂他胡说八道 30年前的太空战事故中 很有可能就是卡德拉害死两名同事的 老头子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竟然一把将对方推入海中 以上就是群星的二三集内容 故事讲到这里 许多谜题已经可以解开了 根据实验负责人的双量子理论 女主返航时遭遇螺栓故障 说明她在一世界中已经死了 顺利返回地球的 其实是二世界的女主 只是不知为何 两个世界的意识混在了一起 而那位黑人指挥 可能在二世界中并没有死 还帮乔安娜解决了螺栓故障 让她顺利返回了地球 乔安娜在太空中遭遇了干尸 实际上是另一个世界的爱琳娜 小女孩爱丽丝看到的破坏娃娃的人 其实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之前卡德莱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更有意思的是 她在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竟然还杀掉了原先世界的刑警 不知道会不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 另外一世界里的乔安娜 婚姻已经名存失望 应该是跟帅气同事走在了一起 不过二世界里的乔安娜 并没有变心 一直对老公保持着爱意 所以两人才会产生记忆上的偏离 例如红蓝汽车等等 从来不会弹琴的女人 看见琴普的一瞬间 食指竟然本能地在情剑上鼓动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乔安娜从外太空安全返回后 却发现原本熟悉的世界 变得陌生起来 亲人同事甚至家里汽车的颜色 似乎都跟记忆中有些偏差 老公和女儿准备给她补伴吃来的生日眼 中途晚起提问游戏时 乔安娜用瑞典语说出自己的名字 现场的气氛顿时凝固了 因为老公和女儿从没听说过 可乔安娜却清楚地记得 她不止一次跟家人提过 女儿甚至还会说起句瑞典语 老公马格更是满肚子疑惑 当面质问妻子为什么从太空回来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之前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 她甚至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乔安娜几乎不可能 在空间站的每时每刻 她都想回到老公身边 不过马格的态度依然冷淡 乔安娜忍不住开始反思 难道自己的记忆紊乱了 她重新打量家里的每一处布置 发现客厅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架钢琴 可在她的记忆里 家里根本没人会谈情 乔安娜不想逃避 准备跟老公好好谈谈 却不想马格当即开启吐槽模式 在她的印象里 乔安娜早已对这个家庭失去感情 即便她没有前往太空 周末都是马格单独带着女儿去林中小屋度假 周边的朋友早就传开了 乔安娜和帅气同事有私情 马格也是破罐子破摔 希望妻子能大方承认 后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从来没跟任何同事搞过暧昧 心中只有老公和女儿 可马格哪会轻易相信妻子的收词 当即转身寻找女儿去了 乔安娜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第一时间找到心理医生 老公和女儿的态度转变 以及自己记忆的偏差 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 谁知后者一口要定 这是乔安娜在太空站遭遇生死危机后 产生的创伤因极障碍症 不少高危职业包括士兵都患过这种病 后期甚至会导致情绪应用失控 医生给她开了一盒治疗抑郁症的镇定片 说是能有效缓解阴剂反应 乔安娜结果要喝 心中却极为抗拒 这种精神类药物会让人的反应变得迟钝 搞不好她连宇航员都当不成了 走出医疗室 乔安娜穿上制服返回宇航局报道 全体同事家道欢迎这位勇敢的宇航员 只有实验负责人卡德拉 满脸阴晴不定地望着下方 他再次回想起几十年前发生的太空死亡事件 心里似乎装着莫大的秘密 这时候国家宇航局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卡德拉的双量子纠缠实验 因为迟迟没有进展 他们决定暂停这个项目 后者当即陷入沉默久久无语 没过多久 卡德拉找到刚来公司的乔安娜 以实验即将取得突破为由 邀请对方来到实验室 期间他看似随意地询问 在太空有没有遇到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见乔安娜陷入沉思 他主动提及自己多年前遇到的怪事 有位同事的儿子死了 在一次太空试飞时差点遭遇意外 幸亏一位小男孩及时出声提醒 同事确认那个声音来自自己的孩子 类似的事情卡德拉听过不少 他让乔安娜再仔细回忆 这时候实验数据似乎出现波动 乔安娜傲气地凑上去查看 她的脑中再次浮现出太空的情景 离开公司后 乔安娜准备去接女儿放学 幼儿轮老师告诉她 爱丽丝在学校表现得十分孤僻 可能跟家庭环境有关 乔安娜发现老师跟马格时不时的眉来眼去 回去时人不质问老公 你和老师是不是关系特别好 马格时口否认 认为妻子太过敏感了 回到家里后 乔安娜发现女儿不见了 四处寻找时 竟然在柜门上看到熟悉的手串 而女儿爱丽丝就藏在柜子里 询问后才得知 对方有事没事就喜欢待在衣柜里 母亲心疼的同时 也感觉有些诧异 她印象中的爱丽丝极度开朗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孤僻内向了 等女儿睡着后 乔安娜再次走到 骂家陌生的钢琴前 当双手本能地俯在琴剑上 清脆的旋律缓缓响起 乔安娜却露出惊恐的表情 她竟然凭借肌肉记忆 熟练地弹完了整首曲子 这哪里像是不会弹琴的样子 乔安娜终于意识到 自己真的得病了 她准备遵从医主服用镇定片 却感觉药片实在有些言书 之前她刚刚从太空回来 在基地做康复训练时 营养师曾经再三叮嘱 让她服用维生素 家里刚好还有一瓶没吃完 乔安娜仔细对比发现 基地开的维生素 居然跟镇定片一模一样 于是她连夜赶回公司实验室 准备确认两者 到底是不是同一种药品 结果成分鉴定显示 基地所谓的维生素 其实就是能让人失智的镇定片 乔安娜不可置信的张大嘴巴 想不通公司为何要这么做 于是匆匆跑去医务室 打开资料库 医疗记录显示 公司先后给好几名宇航员 开过这种药 共同点都是他们从太空回来后 表示看见了不该出现的东西 这时候房间的灯光亮起 两名工作人员前来送货 可他们像是没有发现乔安娜的存在 后者不信邪地大喊出声 当房间再次恢复黑暗 之前两名送货员也不见踪迹 乔安娜心里发慌 一个都不想待下去 经过走廊时 发现卡德拉竟然还在办公室 她正对着屏幕里的 另一个自己说着话 忽然转过头警告乔安娜 画面一转 乔安娜的帅气同事 突然走进办公室 她觉得两人有必要好好谈谈 之前不是说好两人一起离开宇航局 这样他们就能愿意的长相厮守了 乔安娜却是眼神呆滞 现在她也无法判断 记忆有没有骗人了 下午乔安娜受邀前往女儿的学校进行演讲 她再次看到老公和老师窃窃私语的暧昧模样 于是没忍住当场发起飙来 结果惹得孩子们哄堂大笑 这让爱丽丝的心里更加自卑了 回去的路上她不顾母亲的反对 用手机播放音乐 结果乔安娜像是受到什么刺激 再次看到空间阵的情景 差点在马路上遭遇车祸 回到家里后 帅气同事竟然不请自来 她是过来跟马格摊牌的 直言要跟乔安娜远走高飞 后者惊诧地说不出话来 她根本不记得自己跟帅气同事有什么瓜葛 马格只感觉头顶绿油油的 质问乔安娜为何到现在 还不承认帅气同事在旁添油加醋 表示乔安娜的精神可能出了些问题 临走时提醒马格 如果她出现什么过激行为 需要立刻打电话通知自己 再次遭受暴击的马格起的腐袖而去 乔安娜只感觉自己的生活一团糟 发泄时无意中看到桌上的快递 里面有两核空间站联合组寄来的磁带 其中一盘是乔安娜之前在太空站录制的声音 她好奇地打开播放器 里面先是传来斯雅的男生 随后才是乔安娜的正常留言 而另外一段录音 是1967年女性宇航员丧命前的留言 开头同样是一段斯雅的男生 就在这时 小女孩爱丽丝被嘈杂声吵醒 走出过道才发现 楼下大厅正在举办母亲的制造会 而另一位爱丽丝突然转头看向自己 不过很快 这些景象统统消失不见 看见女儿吓得不轻 马格习惯性将她放进衣柜里 乔安娜认为这样做不妥 可她却觉得妻子的反应有些过激 之前不是一直这么做的吗 马格觉得乔安娜真该吃药了 可后者却认为是有人串通起来 想变自己服用精神药物 目的就是掩盖她在太空看到的事实 马格直接拿起电话 准备打给她的帅气同事 乔安娜更是怒火中烧 用力将马格推倒在地没了动静 以上就是群星的第四集内容 看完这集已经很明确了 预触乔安娜在实验物质的影响下 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 原先世界的乔安娜实际上已经死了 至于发生的原理 阿奇在上一期视频已经做过介绍 推测的事实也基本正确 在平行世界一里面 乔安娜是个热爱家庭的好妻子 这从空间站里贴满的照片 就能看出一二 在平行世界二里面 乔安娜则是和帅气同事油然的渣女 很少顾及家庭 所以女儿爱丽丝的性格十分孤僻 甚至会做出过激行为 这就解释了她穿越到世界二后 丈夫和女儿表现十分奇怪的原因 至于什么时候穿越的 阿奇猜测大概率是在空间站爆炸时发生的 仔细观看第一集开头的一幕 乔安娜和女儿的视频通话 其实是两个平行世界同时进行的 小女孩一开始的发型有两个辫子 乔安娜的宇航服的标记在左手边 可当路过实验仪器时 小女孩并没有扎辫子 宇航服的标记则在右手边 也许是爆炸让平行世界出现交集 所以乔安娜不小心穿越了 另外本集还有不少有意思的细节 阿奇就不一一列举了 老者看着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 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惊诧 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平行空间吗 欢迎继续收看《硬核科幻剧群星》第五集内容 上集说到乔安娜不小心推倒老公马格 人虽然晕了过去 但是手机已经拨通了帅气同事的电话 她连忙挂掉电话 转手拨给了急救中心 说明情况和家庭住址后 乔安娜匆匆收拾好东西 准备先行离开这里再说 她总觉得航天局要对自己不利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想掩盖她在太空 看见女士的事实 否则为何要给自己吃精神类药物 而之前收到的磁带录音则更是奇怪 里面收录了乔安娜在空间站和指挥基地的通话内容 可乔安娜记得很清楚 那段时间她和指挥基地的通讯明明是中断的 为了弄清楚真相 乔安娜再次返回唐天基地 想看看存档资料中有没有当时的通话记录 可是她的权限太低根本无法访问 唯一能打开的 只有太空战撞击事故前 关于双量子纠缠实验的录音 乔安娜灵机一动 立马跑去实验室 将实验仪器抽了出来 不管实验和撞击事故有没有关联 她决定先拿走好好研究一番再说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带着女儿逃离这座城市 途径一处饭店时 母女俩坐下来用餐 乔安娜很好奇 爱丽丝为什么喜欢藏在衣柜中 在她的记忆里 女儿似乎没有这种习惯 后者的回答让乔安娜脸色一变 她说有个女人经常说些奇怪的话 自己感到害怕 所以躲了起来 乔安娜认为这是爱丽丝的幻觉 为了让女儿直面恐惧 她建议将那个女人画下来 接着便转身用公共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对方正是寄来录音词带的人 乔安娜原本打算前去拜访 谁知那边毫不犹豫地挂掉了电话 她有些好奇地查询寄件人资料 网上的新闻显示 对方曾经因为伪造录音坐过半年牢 乔安娜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她确认磁带里的内容绝不是伪造的 因为自己的确在空间站说过那些话 平复好心情后 乔安娜准备打给老公问问上市 却不想女儿拿出刚刚画的人像 她看到的幻觉竟然是那名宇航人尸体 乔安娜不可知性地看着爱丽丝 她可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提起过这件事 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连发生 乔安娜决定一件件调查清楚 她先是来到此代寄件人的家里 说明来意后 一位打扮端庄的老太太走了出来 之前挂掉电话的正是对方的弟弟 他们姐弟俩是业余的天文爱好者 某次利用老实监听设备 截获了一段来自空间的通话记录 可官方却坚定地表示 指挥基地根本没有接收过这段信息 于是姐弟俩开始将这些幽灵通话录制下来 曾经还因此被宇航局起诉 遭遇牢狱之灾 直到前段时间听闻乔安娜在太空站看到宇航员尸体 结果遭到宇航局的失控否认 这跟他们接收到的幽灵通话十分相似 明明真实存在 但是宇航局却死不承认 弟弟担心再次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可老太太却觉得应该帮乔安娜了解真相 于是就寄了两盒幽灵磁带给她 里面来自空间站的通话记录 连宇航局的指挥基地都没收到过 但是老太太却利用老式监听设备给录了下来 爱丽丝在桌上的照片上 看到一个老熟人 正是年轻时的卡德拉 原来对方曾经也来过这里 试图要回阿波罗18号的录音 乔安娜记得那次宇航发生过一场意外 卡德拉是唯一的幸存者 从此她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老太太忽然让她晋升 原来姐弟俩一直处于宇航局的监听当中 她告诉乔安娜 如果想要知道真相 就跟自己前往海上一趟 神奇的宇宙经常发生无法理解的现象 曾经有六位宇航员在太空站看见紫色光团 这是连报纸都刊登过 当小型货轮缓缓启动 老太太表示需要向前航行八海里 那里就像两个空间的交界处 可以捕会一些平常听不见的声音 随即掏出一盒磁带 里面是她1967年录制的 女宇航员遭遇意外前的通话记录 一阵沙沙的电流音后 果然想起女人的声音 老太太曾经查过 当天升空的女宇航员 只有来自俄国的爱琳娜 不过她后来安全返回了地球 那么死去的女人到底是谁 见乔安娜陷入沉思 老太太又塞进去一盒磁带 里面竟然传来黑人指挥官的声音 乔安娜脸色大变 觉得这是无中生有 自己在太空站亲眼看见对方死亡了 老太太面色冷峻 宇宙探索至今已经有500人上过太空 其中不少人回来后都被断定为精神失常 可他们都是顶尖人才 又经过重重审核训练 怎么可能会轻易精神崩溃 这明显是有人在掩盖什么 外太空绝对有不对劲的地方 乔安娜受到的冲击实在太大 她需要回去好好消化一番 零分别前 老太太送给她几盘幽灵磁带 乔安娜有心想要拒绝 但还是被对方硬塞入怀里 而此时的实验室负责人卡德拉 并不知道自己的实验物质被偷走了 她突然接到爱琳娜的电话 对方说自己刚刚看了一篇报道 一位物理莫贝尔奖得主发表演说 量子力学的关键点是两个或多个粒子相互纠缠 其中一个粒子发生变化 会影响到另一个粒子的状态 卡德拉听完后若有所思 当她收拾好心情 回到实验室上班 发现自己的心肝宝贝不见了 她整个人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逼一时间拿起手机打给爱琳娜 希望对方能够帮帮自己 卡德拉想去卫生间洗把脸冷静冷静 可耳边却想起自己打电话的声音 原来另一个平行世界中 一位花阵山卡德拉正在讲着电话 难道两个世界再次出现重叠 白衣卡德拉似乎见怪不怪 用水蒸汽在镜子上写下一排字 结果花衣卡德拉竟然真的看到 别反我三个字 她的脸上满是阴沉 可还是挂掉了电话 而这边的白衣卡德拉找到帅气同事 她打算跟着一起寻找乔安娜 对方很有可能拿走了新物质实验仪器 不过双量子纠缠实验已经被投资方撤资 因此没人在意这次盗窃事件 卡德拉突然翻了翻白眼 只见裤子竟然尿湿了一大片 随即他坚定地表示 一定要跟着去寻找实验仪器 见帅气同事最终答应下来 卡德拉快速走进卫生间 他的脸上满是怒意 竟然对着镜子打了声招呼 再次转过身时 花衣衫卡德拉出现在镜子里 白衣卡德拉询问对方是不是停要了 后者点点头表示自己想要报复 因为白衣卡德拉将双量子纠缠仪器送上空间站 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花衣衫气愤地表示 我一定会去你的世界找你算账的 白衣卡德拉说你根本做不到 水之后者突然来了剧 而此时的乔安娜正准备带着女儿前往林中的度假小屋 她的心中有太多疑问 让爱丽丝再放放那些幽灵磁带 水之声音竟然比之前在船上听到的清晰不少 她好奇地将录音机靠近实验仪器 结果连一丝撒音都没有 乔安娜终于意识到实验仪器的奇特之处 经过一处三岔路时 她忽然停下车皱起眉头 乔安娜记得这里明明没有分岔路的 爱丽丝随手直向左边 经过湖泊冰封的路面 他们总算抵达度假小屋 等女儿睡着后 乔安娜拿出一盒幽灵磁带 里面的声音十分清楚 正是重机事故前 她跟女儿的通话录音 紧接着爆炸声响起 乔安娜立刻关掉播放器 原来爱丽丝也听到了录音内容 却不想对方突然来了剧 录音里的小女孩并不是自己 因为她不会说瑞典语 而且从来不会称呼乔安娜为妈妈 以上就是群星第五集的全部内容 剧情到了这里脉络基本清晰了 第一集的时候 乔安娜着急忙慌地带着女儿前往木屋 随后见到了另一位爱丽丝 这应该是实验仪器导致的空间重叠 由于另一个世界的乔安娜 已经死在太空站 所以这边的爱丽丝看到母亲时 会表现得十分差异 而在本集结尾 爱丽丝的说话内容恰好印证了这点 世界上竟然存在另一个自己 不过更让乔安娜惊诧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磁带结尾的录音内容 显然这场重机爆炸中 应该是乔安娜身亡了 本该死去的黑人指挥官反而没事 这应该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乔安娜总算逐渐认清了真相 而实验负责人卡德拉子知晓更多内幕 她甚至能和平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进行沟通 只要有一方停止用药 两者的交集则更为紧密 这也许才是宇航局 让乔安娜服用药物的原因 不知道后续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谁能想到不经意间看到的幻象 竟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欢迎收看英合科幻剧群星第六集 这集将为大家揭开种种怪象的神秘面纱 时间回到太空站爆炸的前一刻 指挥官保罗正在对双量子纠缠实验进行最后调试 和女儿聊天的乔安娜并未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忽然所有通讯全部中断 太空站开始剧烈晃动 乔安娜身形不稳 直挺挺地撞在看台玻璃上 当一切归于平静 保罗顺着漂浮的血液 找到了嵌在玻璃里的乔安娜 头颅里的血液 因为压力差不断涌出舱外 她赶紧取出纸巾堵住洞口 这才顺利取下乔安娜的尸体 乔安娜的老公马格受到妻子死亡的消息 第一时间带着女儿前往宇航局 中途乘坐专机时 准备迎接父亲回归的女孩温蒂 安慰爱丽丝一切都会过去的 原来现在正处于另一个平行世界中 之前的世界是乔安娜回归地球 黑人指挥官保罗丧命 爱丽丝为了安慰温蒂 还将心爱的娃娃送给对方 想不到两个同时存在的世界 事件的走向完全不同 为何爆炸发生后 这个仪器就突然消失了 不过此时她也来不及多加考虑 因为逃生舱只有三个座位 保罗和另一世的乔安娜 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那就是自己留下来 先让同伴返回地球 结果所有诡异的事件再次重演 只不过这回角色糊掉了 她时不时听到逃生舱里传来响动 更换电制作时 更是发现乔安娜尸体上的头套飘了起来 保罗跑过去将其盖好 甚至忍不住凑上去仔细聆听 她总觉得乔安娜似乎还活着 因为耳边真切地响起对方说话的声音 保罗心里有些发慌 立马请示指挥中心 乔安娜的伤口严重裂开 返回地球时离开灵重力环境 肯定会导致大量出血 结果还没等到对方打负 她便将乔安娜尸体搬离了逃生舱 准备将它永远留在空间站 零放手前 保罗深深地说了句对不起 结果掌心处传来一股力道 可她回过神后 又没看见任何异常 难道一切都只是幻觉吗 而此时的玛格找到了 躲在衣柜里的爱丽丝 她觉得大半夜里蹲在这里不像话 却不想爱丽丝的性格突然大变 竟然无视了父亲的警告 直接关上了衣柜大门 当玛格离开后 爱丽丝竟然看到妈妈的身影 可打开柜门后却什么都没发现 这和乔安娜之前 看到柜门时的一幕相呼应 应该是双量子实验设备 让两个世界发生了重叠 第二天爱丽丝和好友在院子里玩耍时 门地母亲探出头喊住女儿 父亲保罗就要回来了 爱丽丝的眼神一安 她的妈妈也要回来了 尽管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谁知玛格带来一个坏消息 母亲的尸体恐怕要永远留在外太空了 而此时的保罗已经更换完点力 准备乘坐独生舱返回地球 结果她同样遭遇了罗双故障 需要两个人同时进行维修 一阵无脑的拍打后 故障居然自行解除 她不可置信地望向空间站 看来窗口似乎站着一个人 安全返回地球后 保罗受到了亲朋好友的热烈欢迎 她的内心忽然升起不真实的感觉 前几天还活生生的队友 现在只能以墓碑的形式存在 保罗刚刚放下手中鲜花 抬头时竟然看见乔安娜的身影 可转眼间对方又消失不见 她并不知道这是两个世界重叠导致的结果 只当这是眼前一花产生的幻觉 面对乔安娜的家人 保罗表示自己将对方留在空间站 也是被逼无奈 随即开始描述乔安娜猙獰的伤口 看见女儿的脸色大变 马德连忙将她拉走 这无疑是在爱丽丝的伤口上撒盐 只见对方满脸阴郁地走进停车场 将心爱的娃娃玩具扔在地上猛踩 直到好友温迪跑过来阻止 可爱丽丝似乎并不想领情 竟然直接扣下娃娃的眼睛 而保罗此时也身陷困扰之中 时不时出现的诡异幻象 简直让她怀疑人生 更让人意外的是 当她在审查会议上 谈起双量子纠缠实验时 现场所有人包括宇航员队友 全都表示她空站并未从事该项实验 当时的监控视频也证明了这一点 调查委员借着表态 将乔安娜尸体留在空间站 竟然是保罗单方面的决定 宇航局指挥中心并未给出任何指示 男人感觉更加不可思议了 他在网上搜索历届宇航员升空的信息 赫然看到多年前 一次登月失败的视频 结果只有一位叫做卡德拉的宇航员生还 保罗心中大惊 他明明记得那次登月是成功的 虽然中途非常故障 导致两名宇航员殒命 但是卡德拉力挽狂澜 最终确保了登月计划顺利完成 保罗第一时间跑去宇航局 他要亲自见一见卡德拉教授 因为对方正是双量子纠缠实验的发起人 谁知后者不可思议的摇摇头 表示卡德拉在登月失败后就一蹶不振 早早离开了宇航局 就更别说发起什么实验了 保罗的表情更加惊讶了 他明明记得太空战爆炸之前 自己还跟对方通过话 双方争来争去 根本得不到任何结果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保罗的症状其实和乔安娜一样 身体在一个世界 可记忆却属于另一个世界 应该是实验仪器启动时 让两个世界交替导致的结果 也许跟他们当场与命有关 察觉不对劲的保罗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他发现自己对妻子女儿的称呼 似乎引起了对方的不适 甚至一些小习惯 都是现在的自己无法容忍的 他总觉得太空战里 一定发生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同样感觉不知所措的还有爱丽丝 他气愤的将庆祝母亲返航的李无斯的粉碎 却不想大拼角落忽然响起琴声 可他的家里明明没有钢琴 马格看着满地的狼藉 觉得妻子的死给女儿造成的打击太大了 他第一时间跑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后者给出的建议 就是给乔安娜举办葬礼 因为仪式感能让孩子排解忧伤 马格言听起从 很快在家里布置好灵堂 可小女孩躲在衣柜里死活不肯出来 妈妈还在外太空 一群人难道对着空气告别吗 老父亲无可奈何 只能先下去招待客人 而此时的保罗徘徊在门口 始终不敢进去 他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自私 才将乔安娜的尸体留在太空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保罗认为安娜还活着 妻子的目光怜悯 祈求他来都来了必须得进去 看着父亲心不在焉的模样 温蒂竟然直接将爱丽丝拉了过来 刚刚说完父亲觉得你妈还活着 爱丽丝变转头看见另一个自己 保罗更是惊得瘫倒在地 看到乔安娜出现 小女孩忍不住大喊出声 送走宾客后 马格劝说女儿最近的压力太大了 最好找个地方旅游散心 爱丽丝毫不犹豫地表示 要去妈妈常去的临终小屋 而另一边的保罗妻子醒来后 发现丈夫竟然不见了 于是找到宇航局的同事 询问对方下落 后者有些沉重地表示 不少宇航员返航后 都患上了应激障碍症 往往会看见各种匪夷所思的存在 他让保罗妻子做好心理准备 及时找到了保罗 宇航局也会对他进行停止处理 两人却没想到 此时的保罗竟然来到了卡德拉的住处 对方在这个世界里 则要窘迫许多 竟然住在一间不知名的公寓内 更让保罗惊讶的是 卡德拉居然不认识自己 要知道在他的记忆中 对方是自己在宇航局实验室的导师 他将卡德拉力挽狂岸成功登月的事情说了一遍 后者的脸色逐渐阴冷下来 显然意识到保罗所熟知的是 另一个世界的卡德拉 见对方摆出想要探究到底的架势 卡德拉直接掏出了抽屉里的手枪 而此时的马格妇女 已经在前往林中小屋的路上 经过一处三岔口 马格发现前方道路被冰面封锁了 他建议去镇上找间酒店住下来再说 可爱丽丝总觉得林中小屋里有什么 执意要今晚抵达那里 为此不惜徒步穿越冰层 老父亲没办法 只能带着女儿连夜赶到林中小屋 两人熟练的打开房门 屋里的布置和印象中的一模一样 爱丽丝看着墙上的壁画陷入沉思 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画作 马格也是触景生情 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看样子夫妻俩在这个世界的感情很好 小女孩反过来安慰父亲 她觉得妈妈肯定还会再次出现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 爱丽丝忽然看到屋外传来灯光 走到窗边望去 竟然看到乔安娜的身影 缓缓从车里走来 以上就是群星第六集的全部内容 这一集其实都是在解释之前出现的诡异现象 只不过视角从乔安娜身上 转移到保罗身上 实际是在两个平行世界里发生的故事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两个空间产生了短暂的重叠 不过保罗和乔安娜离开空间站时 都看到了站台上的身影 大家能猜出这个人的身份吗 小女孩透过窗户 竟然看见早已死去的母亲 她连外套都没穿 便急匆匆地跑到外面的冰天雪地 可母亲连同那辆汽车早已消失不见 爱丽丝确认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象 于是她穿上外套 打算前往远处找找看 小女孩此时并不了解双量子纠缠的神奇 刚刚之所以能够看到母亲 是因为两个平行世界发生了短暂重叠 处于一世界的乔安娜 此时刚好抵达小木屋 她之前偷拿了宇航局的双量子实验仪器 打算带着女儿来自避避风头 却不想还没进屋 她便听到似乎有人在喊自己妈妈 可女儿明明就在身边 母女俩走进小屋 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幽灵磁带 里面存用太空转事故前 她和母亲的语音聊天 爱丽丝无比肯定 磁带里的声音不是自己的 因为她从来不会说荷兰语 更让乔安娜惊诧的是 爱丽丝说视频聊天时 母亲跟自己介绍了实验仪器 可她却清楚地记得 太空转从来没做过双量子纠缠实验 这里正好跟上级的情节相呼应 保罗的身体处于二世界 但是记忆却停留在一世界 所以当时她在听证会上 坚称自己在做双量子实验 但是陪审官却说 这个实验早在几年前就取消了 母女俩收听完所有幽灵磁带 也逐渐猜到了平行空间的真相 尤其是其中一段内容 竟然是保罗向指挥中心请示 是否将乔安娜的尸体留在太空舱 爱丽丝顺势说出 憋在心中许久的话 她觉得眼前的乔安娜 并不是自己的妈妈 这个事实虽然很残酷 但乔安娜其实也是如此认为的 她决定找出其中的真相 在外面存放实验仪器时 乔安娜再次听到女儿的呼喊声 她不可置信地跑回房间 看见爱丽丝已经睡着 难道喊自己妈妈的另有其人 乔安娜两眼放光 提着没有灯便朝着声音来远奔去 可惜呼唤妈妈的爱丽丝 身处二世界中 两个人并未在中途相遇 没过多久 小女孩便看到目无前的灯光 她不明白这里为何会有一栋同样的房子 而且钥匙也藏在老地方 打开房间大门 里面的布置跟自家小屋基本一致 找遍了房间也没发现母亲的身影 爱丽丝习惯性地钻进二楼的衣柜里 一阵大风吹得柜门自行关闭 爱丽丝心中发慌 不停拍到柜门喊着妈妈 乔安娜忽然听到身后的呼喊声 她连忙转过头四处观望 竟然也看到了不远处的木屋灯光 没过多久 正在求救的爱丽丝 忽然发现柜门被打开 自己的妈妈赫然出现在眼前 乔安娜同样激动地全身颤抖 连忙带着对方回到自己的小屋 她仔细嗅了嗅头发的味道 确认眼前的爱丽丝才是自己的女儿 乔安娜放了一只热水给她洗澡 这才发现床上还躺着另一个爱丽丝 她只感觉脑袋一阵晕眩 再次回过神 浴缸里的爱丽丝竟然不见了 眼前只有一位刚刚睡醒的爱丽丝 她确信刚刚经历的不是幻觉 告诉爱丽丝树林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小屋 她必须将女儿找回来 一世界的爱丽丝满脸懵圈 自己不就是她的女儿吗 看着母亲匆匆离去的背影 她只能无奈地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二世界的爱丽丝并没意识到 重叠空间已经分离 她喊了一声妈妈之后 这才发现浴缸中的热水不见了 她赶紧披上浴巾走出房间 恰好撞见刚刚苏醒的父亲 爱丽丝说自己遇见了妈妈 可马格只当女儿思念成疾产生了幻觉 小女孩没再继续解释下去 而是趁着父亲试着后再次走出房间 她确信森林另一端还有一处木屋 妈妈肯定还在那里 而此时的乔恩娜 正带着一世界的爱丽丝 行走在雪地上 后者认为母亲看到的木屋并不存在 许多宇航员都会产生类似的幻象 乔恩娜和二世界的爱丽丝重逢之后 她的内心已经确认 眼前的爱丽丝并不是自己的女儿 小女孩连忙反问 既然你不是我的妈妈 那你又是谁 只见她报复性地抢下背包里的仪器 半路上 她果然遇到一间小木屋 爱丽丝好奇地走进去查看 除了墙上的壁画 四周的布置和自家小屋几乎一样 她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录音机 于是带着她习惯性地钻进楼上衣柜 二世界的爱丽丝 无意间在雪地里发现一颗柱子 又朝前走几步 竟然看到了乔恩娜落下的实验仪器 她猜测妈妈就在不远处 脚上的步伐加快几分 没多久便抵达了废弃小屋 熟练地打开房门 看见一只活着的小花猫 之前一世界爱丽丝进来时 看见的花猫是死的 雪定乐的猫在这里完美重现 在打开盒子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的猫是死是活 二世界的爱丽丝 习惯性地走入衣柜 发现里面竟然放着一个收音机 她试探性地按下播放键 里面传来一世界爱丽丝的声音 原来对方此时也在衣柜内 用同款录音机录制自己的声音 两个人虽然分属不同的平行空间 可依靠小小的录音机 竟然实现了跨越空间的对话 没过多久 乔安娜也找到了这处小木屋 她远远听到衣柜中传来的声响 打开柜门却什么都没发现 只有一个录音机 还在播放着爱丽丝的声音 乔安娜意识到 已开的女儿应该回到了自家小屋 于是抱起收音机 匆匆启动汽车 可她却没注意到 自己留在桌上的煤油灯 被大风吹落在地上 点燃了木板 乔安娜心中忽然掀起 惊涛骇浪 因为收音机里 正在播放两个爱丽丝的对话 他们虽然处于不同世界 但是通过镜子看见了彼此 两人聊了各自的经历 连家里的汽车颜色都说了出来 如今他们终于确定 平行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正在开车的乔安娜 忽然察觉后方有亮光升起 这才意识到废旧小屋起火了 可她调转方向急速使去时 燃烧的房子竟然变成了自家小屋 她毫不犹豫地朝里冲去 结果下一刻 木屋再次变回 见到收音机的废弃小屋 墙上的壁画中燃烧着火焰 地上的花猫已经死去 一只黑猫正在四处徘徊 乔安娜来不及深究 她匆匆跑到楼上 一世界的爱丽丝果然藏在衣柜里 只不过让人费解的是 乔安娜能通过录音机 听到二世界爱丽丝的声音 可她的声音却无法传递过去 只能通过一世界爱丽丝中转 乔安娜发誓 她一定会想办法跟二世界的爱丽丝团聚 就在这时 燃烧的火焰突破了壁画 浓烈的烟雾生腾到二楼 当衣柜的镜子破碎 周边的火焰蔓延而来 乔安娜连忙抱起爱丽丝朝外跑去 与此同时 老公马格正带着宇航局同事 朝着林中小屋赶来 只不过前方道路被冰雪封住 众人只能徒步前行 实验负责人卡德拉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竟然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也许是命中注定 她在雪地里找到了爱丽丝丢弃的实验仪器 而前方生腾的火焰 也引起了老头的关注 只是脑海中 是不是想起保罗的质问 她意识到这是二世界发生的事情 伴随着一声枪响 两个世界的卡德拉同事一顿 他们的意识竟然发生了互换 乔安娜逃出木屋将爱丽丝交给卡德拉 谁之后者竟然将她丢在雪地上 因为二世界的卡德拉 早就从宇航局辞职 根本不认识乔安娜的女儿 而一世界的卡德拉则要负责许多 她看到重弹倒地的保罗 必一时间拨通了急救电话 而这边冲进着火房屋的乔安娜 并未找到二世界的爱丽丝 当她走出来时 赫然看到交给卡德拉的爱丽丝 竟然独自躺在雪地上 因为气温实在太低 小女孩已经气若有私 乔安娜立刻展开急救 使至下一刻 二世界的爱丽丝突然出现在身后 她想妈妈跟自己回家 乔安娜却做出了理智的选择 现在绝不能抛下婚死的爱丽丝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马格的呼唤声 乔安娜刚刚叮嘱女儿 回到父亲身边 以大帮宇航局的人飞奔而来 交织的两个空间再次分离 二世界的爱丽丝和自己的父亲会合 而乔安娜总算救火了一世界的爱丽丝 只是她认定的真正女儿 已经消失不见 画面一转 躺在病床上的一世界爱丽丝 在梦中看到了那具宇航员尸体 她说要带爱丽丝去见真正的妈妈 下一个小女孩从梦中惊醒 她问父亲乔安娜去了哪里 或者说对方被俄宇航员艾琳娜带走了 爱丽丝心中一惊 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将乔安娜救回来 以上就是群星第七集的全部内容 阿奇盲猜林中小屋 其实还是只有一个 但是处于不同的平行世界 乔安娜和爱丽丝所谓的另一处小屋 其实是平行世界将会导致的认知偏差 仔细研究他们的行走路径 全都是前行一段距离 接着又折返回来 几处木屋的地理位置应该是一致的 上级说到同时见到两个女儿的乔安娜 乔安娜被强制带到一处郊区的修道院 俄宇航局的负责人艾琳娜 冷冷看着几名护士 熟练地在对方头上接满电路 与此同时在雪地中醒来的卡德拉 捡起无人问津的冷原子仪器 她的目光逐渐变得阴沉 竟然举起斧头 朝着冷原子仪器用力披下 空间仿佛传来破碎的声音 修道院里的乔安娜陷入沉睡之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从睡梦中醒来 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 她的心中没来有的一阵惊慌 尤其是发现房门被繁琐之后 她突然感觉头晕目眩 好不容易等到房间门打开 艾琳娜心平气和地走进来 她劝乔安娜放松心情 最好能坐下来弹手曲子 后者哪有这般闲情意志 她一直记挂着木屋里的女儿 艾琳娜劝她别乱想了 你的女儿爱丽丝 刚刚康复出院 正在家里等你呢 乔安娜摇摇头 那位根本不是我的女儿 你们一直在隐瞒真相 给我开的药就是证据 艾琳娜耐心地解释 当初在康复中心时 他们发现乔安娜怀孕了 所以开具了跟别人不一样的药片 后者不可置信地愣在当场 随即一把推开药片 这时候天花板传来低沉的无叶声 艾琳娜阴沉着脸表示 楼上住着一位无药可救的病人 乔安娜把心一横 开始附属幽灵磁带中 另一个世界的艾琳娜 在太空站遭遇事故死亡前的露营 后者脸色大变 匆匆逃离了房间 而另一边回到家里的艾琳斯 郑重地向父亲吐露失情 真正的妈妈已经死了 现在的乔安娜来自另一个世界 但马格怎么会相信 如此荒唐的说法 第二天早饭时 艾琳斯向父亲提出 她要去修道院见见乔安娜 而在平行空间二中 也就是指挥官保罗未死的世界 卡德拉被几名警员押送到审讯室 因为昨天她开枪击伤了指挥官保罗 老者一口咬定自己没有伤人 可她又无法解释 自己其实和另一个世界的仪式发生了互换 真正的凶手已经穿越到乔安娜所在的仪世界 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 她建议采用策谎仪器来问话 而处于仪世界的卡德拉 此时可谓是仪器风发 比起之前她在二世纪的窘迫生活 现在的生活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她污蔑乔安娜损坏了实验仪器 最后将一切都归咎于太空旅行 让对方精神出了问题 就在这时 卡德拉忽然接到艾琳娜的电话 对方说有急事要见自己 两人相约在一家餐厅中见面 卡德拉看到这位传奇女性十分高兴 因为在她之前所在的二世纪 艾琳娜是为第二位前往太空的女性 是所有宇航员的梦中女神 不过卡德拉的脸色很快冷了下来 她印象中的艾琳娜已经在航空事故中死亡 如今坐在对面的 其实跟自己的情况一样 身体在一世界 但意识却属于二世界 卡德拉所希望的 就是所有的一切保持现状 要求艾琳娜继续掩盖所有真相 这也是她破坏原子遗弃的原因 而身处修道院里的乔安娜 突然遇到一个老熟人 正是曾经在太空站合作过的同事 她以为对方能理解自己说的一切 谁知同事却一改往日的热情 表示乔安娜患上了宇航员的通病 总是对周边的事物疑神疑鬼 现在的她必须配合治疗 而自己将在不久后 继承艾琳娜在宇航局的职位 她气氛的拍开房门 示意对方滚蛋 离开之前 这位同事悄悄塞给乔安娜一样东西 正要离开此地时 乔安娜突然想到白天听到的声音 于是她悄悄摸上二楼 转角处有一间房门紧闭 她好奇地打开窗口 竟然看到一位满脸胡茶的老者 乔安娜吓得全身颤抖 连忙跑回自己的房间 因为她意识到即便逃走了 不久后还是会被抓回来 艾琳娜对她的表现很满意 表示楼上的那名老者 是第一个前往外太空的男人 不过她患有严重的应激障碍症 乔安娜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自己不配合治疗 那么她也会在这里孤独终老 而此时的艾丽丝正在衣柜里 跟保罗的女儿聊天 她谈起乔安娜不是自己母亲的事实 谁知对方却是羡慕的不行 艾丽丝至少还有一位 跟妈妈一样的人陪伴 而她却永远见不到自己的爸爸了 相反在另一个平行空间中 二世界的艾丽丝 却在羡慕好友的父亲平安归来 结束视频聊天后 两个艾丽丝同时走出衣柜 一世界的艾丽丝询问 父亲什么时候去见乔安娜 随手从箱子中拿出收音机 二世界的艾丽丝 则准备搬离这个伤心之地 整理物品时 她看到角落里的同款收音机 于是试探性地按下按钮 她想再跟身处 一世界的母亲说说话 一世界的艾丽丝虽然听到了请求 但她却没有做出回应 因为之前好友的话 让艾丽丝醒悟过来 有一个不熟悉的妈妈在身边 总好过没有 等待许久无过的二世界 艾丽丝终于接受现实 也许当初母亲的选择 已经说明一切 对方留在了那个艾丽丝身边 而是没有跟着自己离开 艾丽丝跟父亲保证 她以后再也不会提及 死去的妈妈了 而此时的乔安娜 坐在无比陌生的钢琴前 失职本能的舞动 再次弹出优美的曲调 她就如同困在一厢的旅客 斯嘉心切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候艾丽丝推门走了进来 乔安娜满脸平静地出声询问 你是不是已经死了 世界上其实有两个艾丽丽丽 而我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 凝结新的生活了 对于这样的转变 两个世界的马格同样喜于乐见 他们所期望的 无非就是自己的女儿或者妻子能够恢复正常 不要成天神神叨叨的 如今不论是爱丽丝还是乔恩娜 同时做到了这点 两边的马格终于迎来想要的生活 不过相比于乔恩娜 穿越到二世界的卡德拉就太倒霉了 她在警局连上测谎以后 心平气和地回答了警方提出的所有问题 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开枪伤害保罗 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 卡德拉没有说谎 但警官认为这是他主观判定自己没犯罪 可在现场收集的指纹信息 确实客观实实 同时卡德拉还需要承担另一项罪名 那就是在邮轮上杀害了调查自己的侦探 可怜的老者彻底沦为被过下 而处于一世界的始作俑者卡德拉 此时得意洋洋的来到街道 他找到了在二世界一直调查自己的侦探 可在这个世界双方没有任何交集 卡德拉亲密的抱了抱他 只留下对方不解的傻站在原地 即将卸任宇航局职务的爱琳娜 这些感受到了乔安娜经历的彷徨与痛苦 于是在网上爆出了自己的罪行 这些年官方强加给他了一项责任 那就是封锁有关太空旅行的重大真相 宇航员回来后看到某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也许是真的 只是被他以各种理由掩盖 二世界的医院中 保罗突然从病床上苏醒 看他激动的模样 如同经历了死而复生一般 而远在太空的空间站内 飘荡许久的乔安娜尸体 忽然抓住了身前的合照 以上就是群星第一季的全部内容 看着最后一幕 应该是乔安娜和保罗 在各自世界的本体意识回归了 原来卡德拉毁掉原子仪器的行为 并不是让两个平行世界彻底断了联系 而是让两个世界交替的意识 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 很多网友猜测这部剧里 出现了四个甚至更多的平行世界 阿奇自始至终都觉得只有两个 在前几集中卡德拉已经给爱丽丝科普 丽丝会以两种形态出现 没有明说是多种形态 后面出现的所有细节都也只是两种状态 分别代表两个平行世界 比如说小女孩的发型 戴的帽子 甚至是汽车颜色等等 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三种状态或者更多 所谓的平行空间就是以特定锚点作为参考的 不能将这些参照物叠加起来计算 比如说两种不同发型的女孩 分别遇到两种不同颜色的汽车 就算是四个平行世界了 如果这样算的话 阿奇只能说平行世界有无限个 因为这部剧的导演惯用蒙太奇的手法 将不同世界无缝衔接地展示出来 谁能保证你看到的某个片段 不是一百个平行世界连贯起来的呢 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